台湾新冠确诊现在已经累积了400多万例 而当中不少人都深受长新冠所苦 甚至有人连爬楼梯都会喘 但是行费功能明显已经和确诊前相比差很大 白先生6月11号确诊至今快两个月时间 依旧会喘不过气 平常会爬山现在得先缓缓 像他这样的在台湾并不少见 胸肠科医师苏伊丰透露 有名30岁以下门诊患者 康复后爬一层楼梯都得半路休息 肺部X光心电图都正常 也试过多种药物没效 最后竟是靠威尔刚来改善 附上截图证明真的有这位病患 也拿出加拿大论文 感染新冠后肺部血流下降 而威尔刚正好能改善肺部血流 主要会让这个血管扩张 打造肺高压的下降 让这个传续的环节 所以比如说你是肺纤维化 你的肺纯的时候障碍 或是你的小支气管 或是你的氧气交换能力是有下降 那如果因为女性或是因为老人家 就不能使用 只是说你不应该会 不应该自己去拿这个药 医师提醒男性可能会同时有生理反应 避免尴尬用药钱 都得经医师评估 染疫后出现后遗症常新冠 在日本调查高达七成 有三成三国中生 染疫后一个月无法到校 但在台湾更多的是失眠 大概主要的抱怨是睡眠的问题 那另外在疲倦感觉的感受 疲累感 他们也是觉得很明显 就是全身每天都疲累累那种疲 一部分会觉得说 记忆反应变得比较差 还有有些人变得比较容易 像自愈神医师 想要紧张焦虑的问题 这波染疫多轻症无症状 谁想到恼人的是康复后 不知何时会好的长期后遗症 TVBS新闻张明如 吴轩彤 在台北报道